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支撑的草地赛事 后半段又全部都是长支撑的草地赛事 但是我们就说通常短支撑上面很多马匹能发挥后劲有机会嘛 这匹马就逆其道尔行之 它可以说就是在藐视对手的情况下一领到底 它做出整天最快的800公尺的时间 我记得你当时在做走位评述的时候 它是最外篮抢到领放 对好像飞出来一样子了 就是如果不是外篮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三个马会领钱的 这个降级我们说大家都是有点摸着石头的 说降级下来可不可以 这匹马感觉就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来我们看大人物 在这一场的第四级的千多公尺的赛事的演出 这匹马曾经就是在本地赢了四场赛事 而尚恩在整天的赛事 当然它也是全力出击的 要不是有一匹马被扁的话 它今天已经是赢了四场投马了 但是大人物也是它非常有信心的一匹马 你看很快它排在大外篮第13位 很难走位的 我经常都说 这个大外篮的位 你要就是速度很快抢出来 要就是稍微留一留 在最后冲上来 要不然的话你转低个弯的时候 你肯定第三叠第四叠你就很欺亏 转弯第三叠第四叠还不重要 最麻烦就是当你在外面弯控的时候 你的马匹就很容易抢口的 但是大人问了没有这个问题 它很快就抢在前面 因为它的前数很够快 抢在前面通常就已经是脚软 跑出一个46.77秒的800公尺 我担心就是最后200公尺还要没有力 哇这匹马真的厉害 或者是对手没有什么厉害的 结果反而把那个距离的拉开 没有马匹可以靠近它 赢出三四个马位 最精彩的片段 我们看出闸 最外篮这匹 出来以后呢 最外篮 白色眼罩的 开始切内往里面移进 其他马匹呢也在加速 它比你更快 很快它就抢到了这个领方位 所以呢 这匹马的早段爆发力 非常的强 马上进弯 在前面领 可是不强口 到了直程的时候啊 一般的马这样子的领啊 早都用完了 这匹马到直程的时候还有啊 而且它是拖58公斤的 所以这个降级下来 我不知道这场赛事完了以后 会给它加几分呢 这个赢真的是根本就是 让一匹呢 又抄这群马的素质的马匹赢出来 最后没有下边呢 也不需要下边 越跑越顺了 所以呢 真的是赢得很干脆 大人物曾经跟这个 天行者 都进行界这次跑过 所以这个多多少少 对它的实力有一个肯定 这样就很快 那这样子也是帮助它了 往后再上第三集 也要看它进度怎么样了 是啊 这个不过今天这场呢 就真的是给它抓到把握机会了 对啊 因为对手也是真的蛮弱的 嗯 那讲完这场呢 我们就要回礼拜五的这个话题了 指标赛事丰功茂列 既然呢 他跑过的那场赛事 输给他的对手 纷纷都赢马了 礼拜天他成了主角了 热捧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呢 他是从沙地转草地 第一次来跑千四这个赛程 这匹马的旧旅呢 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那匹达赫千里 嗯 所以他有这样的那个 能力啊 也是让人比较更加注意他 那以后我们一个话题就是 他会不会跟他的那个同旧马匹达赫千里同场比赛 这个就以后等一等了 那先看他这场赛事怎么赢 虽然说这场的初级赛的水准也不会太低 因为刚刚赢马的马匹呢 都有四匹那么多 后来就退出了一匹渥太华 但是也有这个魔力之城啊 低节良缘啊 甚至是在找一场赛事赢马的我的英雄同场比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有跑过这个千四公车的马匹呢 竟然就不够这些没有跑过的两匹那么厉害 而这场赛事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些外来马匹 但是因为这个比较偏向短途赛呢 所以变成也是本地起步的马匹呢比较出色一点 前面领放的魔力之城呢 我不觉得他很差 他也跑出他应有的水准 在前面呢 就是控制整场赛事的速度 到最后辞联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把对手拉开距离 正常来说他应该是这场赛事的冠军 所以要靠近他的马匹呢 已经发现没有多少匹了 不过很遗憾的就是还有一匹 这匹就是丰公莫列 他之前的星期五的赛事呢 已经是有他三匹提杀败将已经赢了 那这场赛事呢 他又打败这匹魔力之城 会不会魔力之城呢 以后再出来呢 也是靠他的那个威风呢 再往后的赛事呢 也是可以顺利的赢出来了 当然丰公莫列他本身的前途也是很好了 我们看这个走位系统啊 确实丰公莫列这场赛事呢 是用齿能量着赢你这个魔力之城的 他没有说是过分的去下鞭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跑这个草地赛事 杜亦呢也很珍惜这匹马 所以呢 下了两边以后 马匹已经开始加速了 他就改用这个推马头 让马匹呢 有一个这个朝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感 到了最后那几步的时候啊 他才开始下鞭 所以呢 他的目标就是 我看你魔力之城能拼到什么时候 果然到最后呢 就是VX 你一定是我真的下鞭的时候 你挡不住我的 注意看这里 两边 三边 四边 五边 六边 开始改了 他不打了 我用推的 这个时候魔力之城极了 我先下鞭 你不下鞭 我下鞭 希望这个时候呢 能最后那一点油啊 给它烧干 但是又轮到人家 风弓猫列 重新下鞭的时候 你就挡不住 一轮又一轮的压上来 所以我喜欢大师傅的提供就是 当你打鞭 没有太大反应的时候 你先推 对 推到你靠近就要再打鞭 马匹就明白 我要干什么 而不是这个边如雨下 这就有时候这些心 在他们算心嘛 会毁掉这些心嘛 而且呢 你退的时候呢 就是帮助马匹加速 它感觉有一个推动力嘛 你打它只不过是它痛而跑 但是事实上不是太痛的 是的 因为它的这个皮下脂肪是蛮厚的 我们也之前也是研究过这个东西 你真的打下去 它能痛到哪里去 这是这个信号 所以呢 推马头是更有效果的 对对 推是比较重要的 推马匹感觉有个力 推它往前嘛 而且我们很多骑士啊 他们出道的时候都是在骑马机上 骑马机练的就是这个推 而不是说你在骑马机上练那个边 所以这场赛事呢 也让你看一下这个骑士的骑功高下就立线了 看完这场一定要来大赛了 我们挑这个这场大赛来讲啊 之前呢 我们要先讲一下这科丘亚出征 这个迪拜世界杯的这个事情 再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那那天呢 在迪拜世界杯的时候呢 跑那个大长途 我们本地没有那么长 对啊 差不多是 应该是末本杯的赛程啊 3200 他那天晚上去跑 他其实早段的时候跑得不错 我是陪着看的 看完以后啊 我就觉得 对科丘亚来说呢 输的我觉得是 真的是让我觉得 不能怪这匹马 他2000公尺前面都走得很好 按照他以前一直在我们本地的这样的走法 就是跟前在前面甚至前领 这样的走 可是走到后面呢 2000公尺走完以后啊 马匹就迷失了 我在干什么 他一滴的力不够了 第二的就是根本他的速度呢 当人家一加速的时候呢 他跟不上了 对 所以跟那些世界顶级马在一起跑 他早段中段 都有板有眼的情况下呢 最后崩溃了 我觉得是因他经验的关系 没有这个3000公尺给他练 所以可以说呢 你跟了顶级的高手过照之后呢 再回到本地 虽然说是本地的高手 但是跟海外的高手也差得太远了 不过呢 还是一句话 他毕竟是新加坡最好才可以代表 才可以代表你新加坡去出征海外的 不够好 哪里有这个资格 所以他回来他赢这一场呢 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合理 对 平方赛事呢 当然战胜他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本身的健康也是有一些问题 而且这场赛事呢 走位呢 也不敢恭维了啊 因为一直留在最后 根本就没有就一个机会给他发挥 你看在外面 因为可能排位的关系了 他都不敢在前面抢 以前他够胆的 现在就不够胆 留到最后一笔就是这笔战胜 但是前面领的就是最亮仔 他用他原来的跑法 就是在前面走 希望摆脱对手 然后柯秋雅呢 是跟着很好的位 白色眼罩那一笔 好黄色袖子 跟着第五位内南位置 就等于说呢 他一步都没有去亏 在执政的时候呢 只要给他忘空了 他在这场上是千八就是千八 没有跑多的愿望路 那现在看前面那一匹 橙色彩衣就是最亮仔 守在第四位 白眼罩那一匹都是柯秋雅 然后最后一匹都是战胜 三匹马的差距呢 就是最亮仔领先 柯秋雅大概三个马位 柯秋雅领先这匹战胜了 最少六个马位 那等于说呢 战胜要追九个马位 才能追上这匹最亮仔 九个马位大概是 不要说多了 两秒 如果最亮仔能跑24秒 谁能跑出22秒啊 这个是没有马匹可以做到的 时速来的 所以战胜是没有办法可以迎接长山 就是因为他前面流的太厚 但是柯秋雅就不同了 你跑24秒 我跑23.6秒就够了 刚刚他就是这样子 在中间一找到忘空的位置呢 他就冲出来 最亮仔没有停 他也维持他一定的那个后径速度 但是因为柯秋雅可以跑23点多的后径嘛 哪里最亮仔因为前面用多 你没有办法可以走出这样的速度呢 他只能就是维持他的速度 在这里争夺一个位置 柯秋雅就是头嘛 而战胜呢 就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那这场赛事呢 这个最亮仔 他制造的这个步速啊 800公尺 47.36 到了1000公尺啊 是60秒以内啊 59.14 这个是我们本地一级赛里面呢 差不多只有3%的这个赛事 能达到这个步速 这个所以呢 你说战胜 他是摆脱步速了 没有跟上这个步速 但是到最后他也没有得益于此啊 所以他落后太远的情况下 也是 王辉刚才讲的 你根本没机会去反胜 只有走在前面的那一群 里面才有机会出头嘛 这个柯秋雅 他今天不领 他选择 跟在你身后 这就是他的战术得意 而且这个后面 他列马师也说了 我戴眼罩 这个我觉得只是挤上天花而已 这片马戴不戴眼罩 问题都不大 他本身自带的前速 他在迪拜的时候 跑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证明了这一点了 面对那些国际 最好的那些马匹跑国际赛 他是没有机会去隐藏实力的 所以那场赛是证明了 他2000以内 他回到本地 根本就不在话下 对啊 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最亮仔最后跑24秒 科学雅可以跑23.34秒 他就追回这个两个马位 就反胜他 对 然后战胜你一除一除 九个马位 22秒 哪有马匹长途 可以跑22秒的最后四百 都没有啊 22.5秒 差不多是长途马的极限来的了 没错 那你就没有办法追得上的嘛 还有要说一下 我们这个唯一的本场的三岁马 朱比特金 他是我们今年最好的三岁马 里面的之一了 健康有一个警号响起了 心率不齐 赛后发现了 这个 小心了以后 所以我觉得 这类的马匹呢 他首次赶跑 我们说勇气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是他毕竟他之前所有的赛事 没有跟这些高班马跑过呢 一直都是存疑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一直是打热门的 对啊 所以变成他可能就是在压力情况底下 体力透支的情况底下呢 他的心脏就负荷不了 嗯 好了 这一场赛事也是给我们呢 也学到了很多 收获很多 也是我们今年的改了赛程之后第一届了 对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说以前的马匹 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是两千的 这一场赛事是千八 本来就是帮这个战胜 量身定造的 但是没办法 看来这个牌位真的是害他 不 我觉得呢江森也是一场赛一场了 不要太过以为他怎么怎么样了 对啊 看完这场赛事呢 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裁判报告 很多马匹出状况啊 首先是这个一场一号截足出 赛后流鼻血 二场七号林家闪耀 抗疫被贬啊 然后是十二号的江哥 右前提提提脱落 四场二号女神则是喘名正 五场五号茉莉日食 则是镇上坠马 五场八号金亚马逊马亚华一 六场七号上海滩 则是这个在镇上步伐错乱 七场十号奇幻都市 左前提提提提脱落 九场十五号 朱比特金 就是这个心率不齐 十场十号尊驾 右前提提提提脱落 还有一品呢 就是十一场八号的皇家底腕 也是发生这个马鞍华一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三场赛事 第三场一号大人物 降级有力 跑发主动 第八场五号分工猫裂 出跑此程 绰绰有余 第九场二号 可求亚远征回来 状态复苏 非常精彩的一个周末 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搭赛不断了 四岁马的第二关也要来了 对了 很多的了 跟着打笔也来了 跟着打笔就来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见证 这些好马的诞生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赛后点名赞 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